各位基隆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基隆市议会议长同志伟 欢迎收看民意交响曲 在这里可以听到不同的意见 想法可以畅所欲言 和我们一起监督市政 让基隆更骄傲更进步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民意交响曲 我是蔡小军 近年来基隆市政和民生发展 不断的求新求变 让家园更加的宜居安康 在今天的节目中 就为您邀请到三位一座 带大家来倾听地方的声音 来探讨地方民众的需求 首先为您介绍第一位 是我们人爱区市议员张芳莉 小军好 画家好 明杰好 电视机的朋友 大家晚安 芳莉杰好 第二位是我们安乐区市议员吴华家 小军姐好 芳莉杰好 明杰哥好 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华家一座好 第三位是我们市议员陈明杰 小军主持人 电视机观众的朋友 我们议会同仁 芳莉议长跟画家议员 大家好 明杰一座好 要先带大家来看 就是这两天很热门的话题 就是有杀人未遂逃脱犯 居然逃脱了 不过好消息是已经抓到了 不过这当中的过程 真的是让人民心惶惶 不过我们先来看看 就是这被抓到的画面 杀人未遂犯 简性男子在逃亡四天之后 22号晚间在新庄落网 来 来 走上来 走上 好 走上去 金融警方将他押送到警察局第十分局征讯 警察局长翁群能亲自对外说明 简弦在脱逃将近五个小时以后 医疗的院方才通知我们 我们接受报案以后就非常的投入组成状案小组 那本市的市长以及前以及现任的黄明昭黄署长 那都会非常关注这样的案件 那今天特别在借这个机会 非常感谢我们通报了以后 新北市警察局台北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局 大家的通力合作 然后情之的分享 由新北市警察局新庄分局将简弦逮捕到案 新北警方是在22号晚上7点半左右 在新庄区双峰路一处公寓大厦将他逮捕到案 当时他已经变装换穿其他衣服 我们的专案小组了解他是坐公车就是在新庄活动 在新庄住 所以这个包含他的活动轨迹什么都在新庄 他的习信都是 就是 其实他的从我们第二件事去发现说 他其实不太吃不太睡 有时候会喝个饮料 那这个其实并没有去领去比如说 再提供免费餐饮的地方来取用这样 所以说也增加了一些茶区的困难度 完全全程走步行 那步行的方式 他比较喜欢走巷子 甚至说他会来回来走 隐匿在这个棋楼等等 所以这个在钓鱼监视器的部分 会比较会有使教来 需要说仰赖各个店家 住家的一个监视器来辅助来钓鱼 由于检新男子遭到基隆和台北 两个地检署通缉 警方将在证讯之后 将送基隆地检署 再解送台北地检署归案 好险人士抓到了 不过透过这一件事情 民众就会有所质疑 到底为什么这么久都没抓到 结果没想到是他礼拜天 其实就已经坐车到台北去了 那大家就会说 那是不是什么地方环节脱落了呢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方立一座 首先恭喜 人犯已经逮到了 让很多的市民安心 其实这个事件 可以分了很多层次来说 第一个 这个玄幻他自己本身的精神方面有问题 所以很多的民众 他如果看到了 他也不敢接近 所以要抓他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这一次还是靠着我们的一些机制 我们的监视器 还有一些非常好的一个设备 然后今天能够看到这个逃脱的嫌疑人 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 让警方来逮捕 所以这个是也要看说 各县市的监视器的设置 如果他的设置的画质非常的高 大家都能够看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这样子的话 更容易来辨识犯人的这个面向 所以在这里 我是呼吁说 我们民众如果看到 类似像这样的事情 不要惊慌 首先就是要先打电话来报警 让警方 因为他们有很多的设备 不然的话我们民众是空手 也不能够来跟一个精神有问题的人 来对抗 所以这一方面 就是让警方来处理这件事情 是最适当的 是真的 就是监视器的更新部件这一件事 真的很重要 我们要请教华嘉义做 其实他有很详细的一些流程 就可以知道警方其实也是很辛苦 这两天都没有合眼 都一直在找人 其实在20日当天 我们看到那个新闻刚出来的时候 我就已经先跟我们 街友社警察局警方这边来联系 那发现说其实在前一天 他们收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他们就希望说 赶快把那个人抓到之后 不要造成各界恐慌 那让这件事情赶快来结束 所以也派出大量的警力 就是不眠不休的去调监视器画面 那也去跟很多民间的这些 邻里的监视器去调阅 但是这个工程非常浩大 那也因为说这样子的行动呢 其实大家在新闻画面上就有看到 我们的不管是局长 分局长或者是大队长 他们的这个皮延伸 还有整个皮态都有露出来 其实他们真的很辛苦 但因为我们在去年的时候 就已经有在呼吁说市府是不是有机会来做这个监控中心 因为像这一次这件事情 他发生19号逃脱的时候 20号我们警方还在调监视器 但事实上在昨天到今天早上的时候 我们已经知道 其实在19号当天 这个逃犯他就已经离开基隆了 那所以在这段时间 也因为民众也不清楚这件事情 所以其实他在基隆活动这段时间 应该也没有人知道 他是正在逃离这个医院控制的状况 所以我在想在20号那一天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有呼吁在跟大家讲说 希望大家如果有看到的话 要以自身安全为重来去协助警方办案 不要说就是像我们现在的民众都很热心 看他有办法借到钱坐车到台北去就知道 其实我们人 台湾人都非常的热心 非常善良 所以也很担心说 大家在协助警方办案的时候 拿着那个手机拍照 或者是说就在逃犯的面前 就直接打电话报警 都可能会引来危险 所以当时也有在网络上做这个呼吁 那后来这个在昨天就是抓到之后 其实我们还是这几天议会正在进行中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持续跟警方来关心 说他们目前的监视器妥善率的问题 因为去年的邻里监视器装设之后到现在 其实有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当时有提到的一样的状况 就是因为要等民众回家 或有空才能去掉监视器 所以它确实也会让警方很辛苦 然后还要延误这个办案的时间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不是警方的错 那我们也希望在设备面可以加强 就像是那个我们谢市长 他就蛮重视这个机动捷运啦 电动机车或者是说像是都更 他们都有专案办公室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设置一个监控中心 就像专案办公室一样的功能 那人力也提供给警方 让他们可以有这个人力跟资源 去做这个监视器的布设 那他这个所谓去年有提到说 希望可以做到蜂巢式的这个状况 做到这种程度的话才有办法去做 不然他依现在的警力 然后要去做这件事情 其实工程真的太庞大了 是监视器的部件真的很重要 而且重要的是要把所有的线都给串起来 这样是可以协助警方办案 或者是来做一些公家单位需要做到的事情 我们要请教明建一座 对这个三人未税的脱逃 的确造成我们人心惶惶 但是我相信给警方也一个很大的压力 但警方在这方面也非常的积极 来去布建各种警方 甚至联系我们北部的这些警方 我想警方是非常努力的 期待能够在短时间内能够逮捕得到 刚刚我们也谢谢我们警力 这样的一个布置 而且我们监视器也发挥了很大的功用 除了刚刚我们画家一眼所讲的 我们监视器将来的部件 我想怎样把公家的监视器跟民间的监视器 能够做这样的一个结合 大家都能够随时能够知道一些的动态 我想这个是将来可能我们还是要能够做一些的努力 而且现在大家都人手一击 我们警方也会在第一时间里面把这个重要的讯息 然后传达给这些的重要的一个群组 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是可以从手机里面都知道 这个逃犯的一个路径 大家都非常的警觉 而且也非常的互相的来传达 让我们自己都有一个警觉性 所以不管在我们户外甚至在校园 这些的开放的一个问题里面 大家都在第一时间都能够紧急的掌握得到这个时间性 能够把我们市民的安全能够顾虑到最高 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对讯息的掌握度也非常的快 这个警方方面的第一时间的传达 这个也是发挥很大的一个功效 是 这个监视器的问题真的是一个学问 然后我刚刚记得方立姐有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就是建置无线的网路来进行监视器的串联 这是不是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对 因为现在民间大家如果要靠政府也是很难 所以他们有些都是自己在家就自己装置 像我们那个校医路那个渔航那边 我们几乎是每一家都有设置这种设备 这样子不但对我们自己本身很多安全的一个保障 有时候像警方也会来借重我们家里面的一些设施来破案 而且听说有的因为刚好设在路口看到路口 然后就发现自己家真的监视器很重要 然后就自己花费把机器不断的开换更新 这就可以提供给警方让警方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的方便 那说到这个监视器我们要带大家来看看 就是其实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可以协助抓小偷 一块来看看华家在新西街的提案 市议员五话家则已新西街近期千安多却碰到监视器损坏的情况 询问目前李林监视器安装进度 对此金融市政府民政处长张元祥说 安装进度的确有比较慢 不过年底1500只的目标不变 厂商的速度我们会再加强 那今年度我们预计就是9月份开始到12月中 希望能够接着第二阶段跟警察局再来配合 能够充到一定的量理想的状况能到1500只 五话家则质疑 以目前就用市府推动李林监视器申请补助只有2000元 超过要自费安装费还要令计 到底会有多少人申请安装 登场摄影机所附之附属品配件施工 需要安装价费用令计 这个就已经是要一个自负的东西了 再来线路在五公尺以内 民管方式施工如有超出者再令计 再来不含砖孔费用 如果需要砖孔的人令计 安装施工位置需要有遮蔽物防止泼水要令计 以原厂摄影机内线WiFi AP连线功能进行设定 如果要连接外部的网络的话 费用要怎样 令计 这些全部都是要令计的费用 光它的报价 每一个报价300 300 300 1千8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装设监视器 其实费用还不小 而且刚刚说的都是令计 令计不包含机器本身的费用 我们要请教华家 后来这情况怎么样 其实在这个邻里监视器的布设费用 今年度基隆市政府其实有提高到3500元了 但是其实它的问题还是一样的 就是在于说 它其实除了这个机体本身以外的费用 是要民众自己来自付 那再加上说 现在的申请管道 基本上我自己也有试着打电话去去公所问 但是去公所就会跟你讲说 你要先找里长 为什么 因为它现在的推动方式 其实是先请里长去找哪里要设 然后里长先垫这个工程费用 包括刚刚说的那些令计的钱 全部都里长先垫之后 然后再由这个去公所审查通过之后 然后补助下来 那它补助的经验 一定会少于它整个所有的花费 所以其实现在我觉得压力比较大的是里长 因为那个民众觉得说 你中有什么那要有倒 我们岛这要不倒 我们岛也要倒 那有的里长报了18只20只 但你算一算 光是加韩补助的钱 这样算一算 就已经就是上万块 都是靠里长自己先撑着 所以其实蛮辛苦之外 连那个调监视器的时候 像这次办案也是 里长那个 这个监视器的话 要拜托那个里长来倒三天提供 其实它那个问题就会变成说 回到早期 以前的时候我们的监视器 邻里的部分也是里长管 有点回到这样子的味道 可是他建制的时候 以前是完全由市政府的经费去建制 然后里长来管 现在是改成补助的方案 里长自己花钱在需要的地方 然后由市政府来补助部分的这个金额 所以其实在实际上的这个推动 我觉得对于民众来说 或者是对于里长来说 是就是会很挣扎 不方便 对就是一个我要先去会开 然后要等 然后民众来跟我反映我要不要处理 我要优先处理到哪里 对然后我已经就是这样子了 后面还有这个监视器 比如说我装了以后 可能另外一个邻居觉得那个照到我家 也会觉得 里长啊 这个怎么可以到这样 这个里长也很困扰 但以前如果是公家来装的时候 里长就说 这个公家装的啊 有必要啊 这个大家都不会有意见 但因为现在变成是 这个都是里长装的 对就会变成有这个困扰 那你今天一座你有碰到吗 也都会 因为有一些算是各自的问题 也会反映过来 那刚刚我们画家提到这个监视的一个问题 我个人有一个想法就是 我想我们议会同仁在自己的服务处 或是在重要的地方都会失色这个监视器 而且也可以从你看手机里面可以做无线的 它就有镜头 这样看得到这整个部分 就是现在你的服务处 我都看得到我的服务处的动态 现在人有多少这样 对对进出的我都可以掌握得到 那这个部分是不是 这个是属于民间的一个保全系统 我们现在很多民间这种保全系统 在做这种机动性的这个服务 而且设备的维修跟定期去巡楼 甚至于你发生危险 你一通电话它紧急的整个一组 大概一部车一组 就会到你这个地点来马上就会合了 那是不是我们这种的监视的系统的 这样的一个部件 就是也可以参考这个民间业者 这种系统的这样的一个部件 而且随时用无线的从自己的手机 或者里长自己手机里面随时看得到 你监视器所部件那个点的整个状况 随时都会掌握到这样的一个动态 是真的这又是一个新方法 就是民间的力量一起结合 然后可以完整的部件 大家都可以清楚的看到 要查到什么样的案件或者是嫌犯 也都是清楚明了 就是破案的速度会快很多 那说到这个要带大家来关心 我们的原民生活 一块来看看 明建议座在议会上 就是提出了要为原民争取的大福利 陈明建也提出金融市金牢卡 应该比照双倍 将原民长者适用年龄 调降到年满55岁即可 在我们金融市的金牢卡的年龄 都一直都规定是在65岁 但是对于我们这个老人的一个定义 甚至在老人福利法里面 我们常常都已经认同老人就是一般的65岁 原住民55岁 包括我现在算是也是老人的老人起了 可以参考我们台北市政府对于他们金牢卡的申办 但是原住民的部分是55岁 对此谢国梁回应表示认同 也承诺将朝这个方向推动 进老卡的申办是市民是一般是65岁 但是原住民的部分是55岁 是不是 然后北北桃都是这样 唯有基隆是没有 那我想看看 想请问一下议员 这个55岁跟65岁的原住民的 目前的人数大概是有多少 大概1200亿 先知无购物证客 120亿 这样的衍生的费用会多多少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比照才对 我觉得应该是要跟 因为我们现在基北北桃 大家慢慢生活圈一致 各方面应该是要一致的 我们是往跟北北桃 都是一样把进老卡 原住民的身份把它降到55岁 另外陈明健也关心原住民专班 及全民原教推动情形 希望有效延续原住民文化 并减少歧视情况发生 就是要为原民朋友 争取最大的福利 我们要请教民进人一座 刚才争取到的 有好消息的 刚刚为我们原民的 进老卡的年龄的降低 降到55岁 刚刚市长说 大概有多少个人 统计现在是12个人 55到64岁 总共有1212位的原民的 这些可以申请进老卡的部分 因为我们原民都善居在7个行政区 他们有时候都会运用到 我们的交通载具 所以这部分我们想说可以比照 我们双北桃园 这部分都能够一力平等 给原民这样的一个福利 这次我们谢市长也积极地 跟我们社会处来做联系 而且也希望能够明年 能够开始实施 因为今年的时候可能 再追加这部分 可能会来不及 所以明年市长有隐落 明年一定会实施 这一定会实施 这个是我们谢市长 对我们原民这些长者 给他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福利 刚刚还讲到说 我们原民专班这一块 在课程方面的一个安排 我们教育处研制中心 也跟我们的八斗高中 非常的配合 让他们真正能够学习到 原民教育的这些课程里面 在礼拜一 我们谢市长到八斗高中去 为这些升国立大学的 原民州那时候 也颁了好几个奖 就是这次升入国立大学的 我们体育班也好 原民专班也好 大概有十几位是历年来 最多的 升学名额最多的 就可见我们八斗高中 对原民专班这一块 的确非常的用心 这个谢市长也非常的关心 这个原民专班 将来的一个课程 所以这边也希望 将来八斗高中 我们原民专班人数越来越多 这个也是我们往后要继续要努力 来继续为学生来争取更多的 这样的一个补词 长照的部分也颇有琢磨 对不对 对长照的部分 也是为这个长照据点来去争取 因为我们对我们原住民长者的 这个长照机构 在目前在基隆市只有两处 我们中正区一处 七堵区一处 但是他的服务量能 一处只能最多到29位 如果再增加的话 也不会超过35位 但是据我们基隆市的 这个65岁以上的长者 现在已经到了880位 如果对于这样的一个服务力来讲的话 整个来讲还不到10% 还不到10% 我们当然我们基隆市的 有7A301B跟30几期的一个关怀站 他是原住民他有一个 怎么讲 他可能在习俗方面跟语言方面 如果说我去到这个里的长照机构的时候 可能我跟他语言有点会讲不通 如果我讲的不是词不达意 用原住民的话 他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还有一些文化上的一个差异 他可能会就很不好意思会去接近 比较接近的这个里弄的这些长照机构 所以我们特别就是设了这两处的文件站 但是交通方面有一段的一个距离 而且服务量能刚刚我讲的 只能最多29 两间加起来58位 对于880个人来讲 还不到10%的一个服务量能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希望不管中央也好 地方政府也好 是不是能够再增设一站或是两站的一个原住民的关怀机构 甚至以把它拓展到我们现在目前基隆市原住民的生活教育协进会 有15个地区的一个协进会 我们可以把这个服务量能能够分散到15个地区的协进会 来去做一些长者的服务的这样的一个简单的一个项目 比如说平常我们做血压的测量 我们在15个协进会里面 我们在这个地区去增设检疫的血压的测量站 跟老人家的一个关怀的一个据点 甚至于也可以帮他们去做这些的爱心便当 就近的让我们长者感受到被关怀的这样的一个政策能够进行 所以这次在种植群 我还是会跟我们的市长 我们民政处甚至于跟社会处 连结这些社会资源 能够让原住民的长者 或者我们基隆市的这些长者 能够获得更好的一个关怀的一个环境 是 就是倾听地发的民众的心声 就知道大家需要的是什么 然后就给民建一座加油 让大家可以听见不一样的声音 那接下来要带大家来关心的就是我们的交通问题 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方黎一座 在成功桥上这一块区域的交通危机的解决状况 仁爱区成功路桥因为车流量大经常发生车祸 根据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 桥上已经发生了13起车祸 桥下成功一路和光一路交叉口也发生了12件事故 平均每个月发生两起交通事故 因此基隆市议员张芳立和国民党立委参选人 林沛祥市议员特地一起邀请基隆市政府交通处 警察局交通队 一分局及当地光华里长陈世锋到现场办理会堪 会堪这个光一路跟成功路桥的交通问题 其实交通的一个规划是行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的保障 所以我们希望说交通队还有市政府 他们都能够以最安全的方式来保障人民的一个行的安全 据了解在成功一路跟光一路口 这边在今年就发生了12次车祸 而在成功路桥上更是发生了高达13次车祸 所以沛祥在这边跟交通处跟一分局还有交通队一起办会堪 了解状况之后也希望说我们市政府 尤其是交通处这边来主政 来重新规划 来重新把标志把它做得更好 然后让行车跟行人都能够安全 会堪后市政府交通处也承诺 将在路口设置更清楚的标志以及反光交通号制 桥下成功一路和光一路交叉口斑马线 也会画设绿色行人穿越道的标线来进行改善 后去会针对行穿线的部分 来做一个所谓的一个绿里行穿线的一个画设 至于桥面上的一些标线的部分 会再做一个适度的调整 那另外会增设一些警示的一个标志 来提醒我们一些驾驶人 行进我们一支路口 务必来放慢一个所谓的一个行驶的一个速度 那另外也会增设一个所谓的一个转弯车里浪 执行车的一个排面来提醒我们用路人 那务必行进入口 那就是说驾驶行为务必就是要 要有一个很让的一些一些驾驶的一个态度 来降低我们的一些事故发生的一支吸引 这个路口真的是让大家只要一开到 一骑到就会停下来 看一看到底有没有车 但是很多时候就是视线视角 就是看好像没车转过去马上啪就撞到 所以就是还是会有一些车祸以外 我们要请教方力一座跟大家分享 因为成功路脚上面 它这一条路有三叉路 它是一个叉路 那如果说开车的人 他小心一点 那个速度不要那么快 这样子的话就比较安全 因为在上面走路的人比较少 都是开车 摩托车 汽车 所以我是强调说 如果有开到上面的车子 你的车速一定要减慢 要减慢 不论说我们做了一些那个黄紫线 那个什么线 那个其实也都没用 开快的人还是开快 就是自己要有一个认知说 我到了那个路口之后 我的速度一定要放慢 因为它有一个死角 你只走还OK 你要往这个成功二路那边走的人 就那边开的车 那边过来的车 因为它是上坡 所以它的速度会比较快 所以我是希望说 大家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 请小心 请小心 第一个也是维护我们自己的安全 也保障对方的安全 对 就是要好好保护自己 也保护对方 交通安全 安全第一 而说到刚才那个路段 其实也是安乐区很重要的一些 通行到市区的路段 我要请华嘉一做 刚刚我们就在说 桥上桥下都很精彩 桥下的速度更快是不是 对 因为其实我们安乐区 主要出路的地方 在那个地方之外 那因为它旁边有加油站 然后有市场 所以其实真的人潮非常多 那桥底下其实也有一些弹反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 在看到桥上 车子很像很多的时候 大家也都会往桥下去转 可是桥下其实是一个平交道 所以会变成说 大家在赶时间踩走下面 反而看到平交道之后 会更赶时间 所以其实更危险 那在上面的话 就像刚刚方丽姐提到的 通常是我们从这个加油站这边 成功路要往市区走的时候 比较容易出车祸 因为它上坡的时候 它会有个视线视角 看不到右边要来的车子 它要过来了 那所以很多车辆通常都在这边 然后大家看到好像没车 然后另外一个方向 它也看起来好像没车 两边一起往前的时候 就撞到了 那尤其下雨天的时候 会更严重 所以真的是行车的时候 还要小心小心 再开慢一点 那我们民间翼座 是不是在你们那边 有些区块路段 是不是也要提醒大家 多注意 就是我们北陵路要上新丰街这一块 它也是因为四线的问题 也是斜坡上去 它是斜坡上去 就是往巴朵高中那一块 这也是要右转的时候 它也是四线的一个问题 很容易会造成车祸 我刚刚看到我们方立医员 一直我这边提出来这个 如果我去长根医院 都会常常会经过这条路 的确有时候四线的问题 很容易会造成一些事故 而且这个右转跟直行这个路幅 它没有一个专用 先划分为右转车道 或是你可以直行跟右转 它因为路幅不够 没办法去划射这样子 所以的确要经过那个地方 真的要非常的小心 对 说到小心 说到交通问题 最近就很多民众都在反映说 好多 接到好多白单 有一些林亭区 奇怪才停一下下也接到白单 我们要请教方立宇 是不是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有没有什么建议 因为其实接到白单是 市区最多 市区当然 因为市区我们本身 人家说先天不足 后天又失调 因为我们太早发机的一个城市 所以我们的那个街道上的那个路幅都非常小 而且现在真的 在仁爱区是一个 人家说精华区 精华区开店的人又多 所以很多人他就为了求方便 在暂时临庭 但是现在很多检举达人 我说很奇怪 其实在警察局这个部分 他根本没有什么奖金可以拿 但是他还是要继续的这样子来检举 有些地方真的是一味篮球 但是没办法 你不暂时停一下 也没有办法说有一些东西是在里面 在店家里面我要拿出来 我必须一定要暂停 所以我是希望说在我们市区 民众也好 那个警察人员也好 在不要说在三分钟 在多个几分钟 让他们把把他们的东西 所要的东西能够很顺利的拿到车上 这样子的话就不会造成民怨 是真的会造成民怨 因为有时候真的是临庭一下 想就接到一个白单 其实不只是市区 安乐区也很多是吗 安乐区其实在这一年当中 其实确实也是有检举达人的问题 但我觉得也因为去年 那个有一个违规临庭祭典的新制 造成了很多就是 不管是货运业者或计程车业者 大家的这个被违规祭典的问题 会掉扣驾照 这个问题造成了这个中央对于这个法规的检讨之后 其实在今年度预计六月底之前 应该市府就会完成各个路段 它的临庭专区的划设 不管是以黄线的方式或者是临庭的区块 这个是在我们上个会期的时候 其实就有跟这种市政府建议说 尽量赶快去处理这件事情 那我们也见到说确实在 市府对于预算编列的部分跟执行上 这个临庭区的划设 确实是有它的进度在 那我们也希望说它可以赶快来完成 那这样的话 不管是刚方丽杰提到的 大家要去拿东西之外 其实我们最常遇到的是那个长辈 因为我们基隆的长辈很多 那他可能要回家要什么的 我们不可能停在很远的地方 然后让长辈从那个路口 然后再慢慢走到他家 所以通常大家 不管是一般的民众或计程车 大家都会遇到这个问题就是 他就走路没方便 有的要坐轮椅 我没可能说我塞到很好的地方 可是有时候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所以被祭典的人 或被检举的人非常的多 那所以其实除了这个临庭部分 他再来就是那个停车问题 因为我们停车空间真的非常不够 那在议会 其实我们也做了非常多讨论 前几天的时候交通处 我们也才刚要求他报告而已 那他现在会对于国产署的土地 进行所有的检讨之后 要来做这个交通的停车的规划 那我们也是希望说 这个停车场的规划 不管是新盖的建案大楼 或者是说学校他的停车场 可以来披荐等等的方式 让大家的车有地方停 就不会有违规的问题 我们希望还是从根本来解决 是真的就是要解决最根本的问题 要请教民建议 是不是也很困扰 这些民众的反应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每一位议员 所面临到的 这个我想我相信车主他不是 有心要去围停 刚刚我们同理也讲了 这个资本知道 还是我们停车位一定要足够 现在我们每一个建案 新建起来的时候 画设的停车位都不足 这个部分我们还是要增设 这个停车场这样的一个位置 刚刚我们画家议员提到 除了我们这次交通处的业务报告里面 要求他除了是来去综合我们国有财产署的土地 来画设这个停车位以外 我们也鼓励私人的土地能够提供来披荐 户外的一个停车场 能够把我们围停的状况能够减少很低 另外像我讲的在我们海客馆的转应站 调尔街这一块转应站 它的停车位数可以停个将近有一千多步的车子 可以停 但是目前停的量大概只有游览车局部而言 它真的很远 是蛮远的 超远的 但是你可以去消化你附近社区的一个 停车的一个问题 因为它附近社区 这个停车都是停在路的两侧 而且这两侧都给你画红线 对 画红线当然警察一定会给你开白单 所以你都接到那边 但是你要有解决的方法 你可能就是你最近的一个可以停车的位置 可以提供给他们 而且也做一些优惠的一个措施 比如说业租不要跟人说两千多 哪怕是五百到一千 而且那个距离我觉得也不是算蛮远的 要走一段 走一段大概五分钟左右应该是 所以五分钟应该够 你一方面停车回来运动 然后去停车做运动就到停车场 这样一几两分 所以这样 我觉得这样子也可以提供附近的社区 来做停车之 来停车的地方 这样可以解决这些围停 也减少你被开罚单的这个聚会 因为像明健哥他们那边 那个巴斗国小那边就有做那个停车场 或者是像方立姐那边也有新一国小的停车场 都很好 所以我们现在其实也在争取这个安乐国小那边 也要做个停车场这样子 就是很多学校如果评估可以的话 我们都希望就是因为学校 它是有学区的代表附近有很多居民 如果可以结合在一起做的话 我们的停车需求比较能够解决 所以正名国小也是 正名国小他现在的运动场 就在上面底下就是做停车场 过去是没有的 后来就改成就是 还可以帮学校增加收入 他底下还可以公示 就是居民来去做停车之用 信义仁爱国小也是 对 然后刚刚有说到那个停车 如果真的有点距离的话 方立姐刚才也说 其实可以骑摩托车来转换 机龙人都会 对 就骑摩托车 好 那说到这一个交通 大家真的很有感 除了要提醒大家不要乱停之外 然后也要注意一下 如果碰到那个检举达人要记得 注意安全 对 注意安全 好 然后再来要带大家来看的就是 其实民众也很有感的就是一些 公园里拉起了封锁县 目前的维护状况进度 到底怎么样呢 我们先看看我们的华嘉义 做在议会上的质询 公园里拉起了封锁县 地面上的儿童邮据设施 有的已经秀实 连铁字的攀爬网也断裂 小朋友最爱的摇摇马上 挂着告示牌 镜子玩耍 安乐区五福里里长说 这里是里上唯一的儿童公园 小朋友却只能看不能玩 游戏的东西说好像不符合规定 所以他就把它给封起来 那封起来也没有应对的措施 那小朋友怎么玩 那我们这个地方唯一的就 希望市政府可以赶快把它给看 做一个妥善的处理 社区型的小公园 向来是当地小朋友游乐场所 今年初被发现不符合安全规定 遭到封闭 但现在将近一年了 当地居民无奈表示 不知道何时才能够重新开放 向市议员无华家陈琴 下一步要做什么 可以听听大家的意见 但是你危险的这个因子 还在这个地方 不应该放在这边不管不顾 对啊 你就叫里长在那边顾 不可能啊 真的就是民众常常会反应 我们的地方名单都会接到 我们这个游戏场到底什么时候好啊 那我们要请教华嘉宜做 其实盘点一下 安乐区其实还蛮多 对不对 其实因为大家都说 公园做得再大再好 最棒的公园还是家里旁边的公园 是 走下去又到了 对啊 所以这一次那个 因为整个邮具的安全标准检查之后 发现说好多都不符合标准 然后就把这个邮具都拆掉了 那我们当时去年那个会刊 其实是因为这一个邮具 已经坏掉很久了 可是市府一直说没有钱来拆 所以当时才拜托市政府来处理 但这又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邮具 他们其实是区公所在管理的 但是区公所他没有这么多的能量 可以来处理这些儿童邮具 那我们也希望说这些东西可以回归到 就是公园科或者是我们的教育处之类的 就是管理这方面的事情可能需要有专人 但是其实公园科才是我们理想的单位 那如果可以进行一个完整管理的话 就不用再担心说小朋友去玩的时候 有安全的问题 因为大部分你若在算大人的旁边休息 要安心给他算就好了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就是市府在这一块 今年的进度可以再加紧 因为目前的进度的话是有争取经费 要新建13处的这个儿童游戏场 但是他未来的养护又是一个问题 再加上其实还有非常多的儿童游戏场 现在都是空地 都还没有办法来恢复 让小朋友来这边玩 是不是要设一个临时办公室 专案办公室 应该是 应该是 应该我觉得 室内儿童游乐园应该有帮他解套一些 对 但是这个地方就变成 邻居长辈们就会觉得说 我以前在这里多地方就好了 对 现在没有东西了 什么时候才可以来 这也是地方居民深深的新生 那再带大家来看看我们的最夯 我最近不知道你拿到了没有 我们的电动机车 一块来看看 大型货车 再来全新的电动机车 准备卸货给经销商 员工们忙机忙出 将新的机车足以扫描 收到仓库里 准备交给车主 金融电动机车申请台数 突破8000台 厂商忙着交货 每天送来80多辆机车到经销商 不过民众来领车的速度 似乎赶不上新车送来的数量 导致经销商忙到晚上11点 还在交车 就没有人来钱 然后就积月积月多 是说怕掉还是弄坏还是什么 会没位置放啊 一天塞那么多车 我们怎么 业者特别租下三个空间 来当仓库 消化陆续送来的机车之外 还有民众向4亿元反映 新一区的换电站不足 导致新一区的车主必须跑到安乐区 或者中正区换电相当不方便 通话机车只有设置我们 校中里民的活动中心 然后新一区公所跟中正区公所 目前我知道就只有这三个点 那因为都还没有通电 都还没有通电 那刚提到这个换电站的部分 那我们希望说除了光阳的这个机场 有设置这样的一个换电站 有设置换电站 那我们希望说其他的 有一些公家的一些单位的 机关的空间 可以放置这样的一个换电站 现在民众碰到最大的问题 其实就是不知道要去哪里 换电池跟充电 我们要请教我们的方立 宜自有对于这个充电桩的一些设置 提出一些建议及看法 其实这个案子是我们谢市长 他比较有眼见 因为我们在全世界 2050年要零排碳 他已经做事先的安排 准备说这个零排碳 要怎么样来让我们的城市 能够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他就想说这个电动机车 这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选项 但是电动机车 他有现在刚开始 那么多的一个电动机车 它的电池要换电池的这个项目 真的是头一个头两个大 很多民众都为了说不能充电 不能换电池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这样子实在是更不方便 更不方便 但是我们还是会突破 既然我们已经有这个设备了 可以来让很多市民朋友 能够来享有这样子的福利 我想政府一定会继续的 来跟我们台电来做沟通 要如何来让这个充电的地方 能够更多 应该是现在目前还OK 所以我是希望说 大家静静的等待 我们虽然把这个问题 我们丢给政府 那政府就让他去伤脑筋 是真的 政府伤脑筋 有很多民众就会说 我其实也很想拿到这个电动机车 但是资格不符合 不过我们先来问一下 资格符合的滑家一座 是 因为现在它的那个方案 已经进行到了 就是第二 第三种 第三种还没开放 它第二个方案 其实就是有零元的方案 然后再加上太久环形车辆 可以再另外补助一万块 那其实这个会变成这个第二方案的原因 是因为第一方案只有 一百多人生气而已 太少人 那也是因为我们去年 其实每个议员都有反应 就是要做公益的方式 或者是他要要求20岁小朋友 有车子可以胎换 这件事情有难度 但其实现在到了这个第二个方案 甚至第三个是 纯粹补贴这个购车费用的方案 我们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 接下来这个车子领到之后 因为不用太就会换新了 所以可能我们会就是 增加5万台的这个电动机车 那它的这个换电跟充电的问题 到底要怎么解决 因为原本我们我认识的朋友 他是骑狗狗楼的 他们就平常就有觉得 我们每天换电的时候 常常换不到满的 每次去拿都换不到100%的电池 然后所以本来就有这个问题 现在又增加这个5万台 如果我们的换电站充电桩不足的时候 其实未来我们会不会 每次去拿的时候只有20% 就没 那像我们看到新闻上面 那个韩业议员也说 他们那边的民众因为换电池的关系 所以还跑到我们安乐区来换电池 那我们安乐区的民众也会很惊慌 因为我们8万人口 我们这边都可能不够了 你们还过来换 而且大家换电池的时间一定是下班 你只能在下班后 上班很赶 下班后就换电池 大家一起在那边等那个电池 所以其实我们在议会就有要求市政府说 就是跟厂商确认到底一个换电站 它可以一天换多少次 以及到底需要多少个换电站 才有办法补足我们5万台机车需要的量 不然的话 未来我们光是为了这个问题就很头痛 那最近还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市府 其实他们有在积极勤厂商 要来增加的换电站 好像150几处 可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他们最近装了很多的换电站 刚刚有看到新闻也有 可是都还没通电 所以那个民众 兴充充的冲去现场的时候 没电 对 我根本去到那里我也没办法换电 所以那个我们又去跟台电了解说 目前厂商都也还没来申请接电的时候 我们也会感到很焦虑说 看会对吃没对 对 要停在路上 对 看到换电站 要牵回去 对 要牵回去 因为你可能你留了这个电量 想说我就是要骑到那边 结果骑到那里说 刚好没电 对 像我昨天遇到一个里长讲的也很可爱 他讲的是说他们民众跟他反应的 说我如果骑到那个油车 那个我可以拿那个宝特瓶多装一些油 对对 但是我如果电池没有 我真的要想办法先去换电站 把那两颗换过来 我再回来再换回去 对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未来 就是因为我们一定是要禁令碳牌是一个趋势 那未来这个到底要怎么样来推动 这个民众遇到的这些问题 这是我觉得业者可以去思考 政府也要去思考的地方 因为其实不只基隆 桃园 台中 好多地方都已经开始在推这个了 对 那我们既然像这一次那个公车 我们就是算零头羊 对 而且施工车也开始要全面换成电车了 对 那未来的这个充电问题 就会很重要 包括我们这一次其实我也有提议说就是 可不可以请市府来编列补助 因为台北有这个补助 就是说社区大楼 他们的停车场里面 如果来设置这个充电的东西 可不可以有政府来补助 结果市府的回应是说民众还是有安全的疑虑 我觉得就是高雄的那次那个 爆炸那一次 对 电池爆炸那个问题 我觉得那也是一个 可以政府借机来确定说这有没有安全问题 然后来宣导这个电池到底 这个充电站换电站放我家旁边会不会爆炸 对 那如果说它爆炸会多严重 要怎么处理 因为我们那时候看新闻的时候很可怕 那有人去救火 说他们说那个有电气 对 那个气体的问题可能 又会导致民众可能会第二波伤害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因为未来的趋势的关系 政府必须要去做而且要去宣导的事 这样的话我们的电动机车程式 我现在都像我们这种是电动机车程式 就是可以真正的变成一个就是 其他的县市都来看我们怎么做的城市 才有办法满足市长的所谓 希望推动 不然现在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过渡期 就太多问题了 我们每个议员应该都有遇到 对 那你建议就是民众最常 向你反映的是什么问题 除了刚刚我们画家议员所讲的 我们这个工艺青年就业电动补助之外 我们民众处也要编列这个我们公务电动机车 就是我们每个里的里长 甚至于到里营长也都要发放这个电动机车 如果这个车辆数又增加的时候 就会显见我们的停车位 刚刚的中电窗真的一定会不足 这个也是我们将来要面临到的 另外这个业务的承办 目前都是在各区公所里面 增加各区公所业务量 所以这部分的话 有一些的业务可能会被耽搁得到 所以我们电动机车 将来的业务这么繁重的时候 所以我在想建议 就跟我们的基隆绝营一样 设立一个电动机车的专案办公室 专门在处理这个电动机车 现在就有 现在就有 那是最好的 但是就是目前刚刚明健哥提到的那个功能 不太确定有没有办法来解决 所以停车位跟充电桩这个 一定要先考虑 配备要先考虑 对 对 阿华嘉宜座 对就是像刚刚明健哥提到那个公务 就是李林长的电动机车的问题 其实它如果说 因为它在我们的预算书上面 是直接写李长的公务车 那其实我们在预算编列上就会有疑虑 因为以前曾经有增值过 程序正当性 对但因为其实如果是公务车 驱公所公务车的话 那其实我觉得我们议员是都没有问题 所以我那时候为了这个案子去查 之后也发现说 像台中它就有那个全面公务车态换的 就是所有的公务车要态换成电动车的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说既然政府也在推 中央也有再有这相关的经费 其实我们就可以全面来做 可是就是一样回到刚刚的问题 就是我们的充电桩跟停车位 真的要想办法来解决 不然像现在里长很可怜 他们骑的那个厚多巴at都是 以前警察举不要挨的 对啊 然后骑那个也骑不快 然后虽然是比较安全 但是在碳排上面我们就有疑虑 因为我们都说越老的车 它的碳排放量就会越高 那如果我们希望就是来 真的全面来执行这政策的话 我觉得其实公务车一起态换是有必要的 只是像我们刚刚提到说 这个程序的问题 政府就要先准备好 因为他要预算给我们省了吧 你穿的好色 以外问的时候没问题 那我相信整个市议会都一定会支持 所以我觉得市府的这个 这方面的做功课可以再做足够一点 这样就可以减少我们在议会讨论这件事情的时间 是 没错 我们剩最后一分钟 我们就要请三位一座 跟民众说说话 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希望所有的民众都能够 以你们目前自己本身所碰到的问题 没有关系 你都可以到市议会来 因为我有30位的市议员 可以为你们服务 谢谢 有任何问题不用担心 尽量提出来 好 下一座 我讲到服务的话 就想到我的那个就是标语 就是安乐我的家服务找花家 但是我是认为 就像我每一次总咨询的时候 永远围绕的问题 我们希望可以安心的居住在这个城市 我相信大家都跟我们一样 就是不管是市府的人 还是我们的市民 那希望可以跟大家一同来努力 也希望大家有遇到任何问题的时候 都可以给我们在当地的议员意见 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协助民众跟政府沟通 是 您建议做 虽然我是原住民选出来的议员 会努力争取在长者部分的长照的一个照顾 跟我们青年就业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甚至于我们原住民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推长 刚刚我们长前议长有讲的一样 不分原住民或是非原住民的议员 只要是我们市民有问题 我们所有的议员 会很乐意为我们市民一起来努力 一起来服务 还是不分区议员 对 不分区议员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我们三位翼座的锐见还有建议 带着大家看到基隆市的永续发展 和居民的实际利益 相信我们基隆会越来越好 越来越有爱 谢谢三位翼座 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谢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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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